一個影展到底有什麼重要的 就以我們現在台灣的一個 觀影的一個資源來講 以我們中部來講 應該說台灣啦 台灣一年差不多 就上月一線差不多有400部影片左右 但是基本上就整個整體的一個 一個票 票港的一個 一個佔有率 差不多好萊塢的 屬於好萊塢這一掛的那種 那種脈絡系統的 差不多 票房差不多在七層上下 差不多在七層上下 一個影展有什麼重要性 就是說當一個人從小到大 你就是都習慣看好萊塢似的一個電影的時候 其實當你去看一些 其他非好萊塢似的這一種敘事 然後這一種風格的時候 其實你會很難接受 因為那種非常強烈的敘事性的東西 然後它是那種斷裂性的 然後就是說敘事是比較鬆散的 你會很難接受 然後那一種 那一種整個那一種效果 沒有那一種好萊塢的那一種強烈的那一種 那一種視聽效果的 欸 你就看不太習慣了 所以有時候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是什麼 就是說 在歐盟 他們非常重視這一塊 他們非常強調所謂的 觀影 觀影的一個多元性的一個培養 所以他們會放資源 讓青少年 就是說青少年期間 他就會接觸不同多元的一種 一種觀影的一種機會跟經驗 他補助 補助就是讓他們的青少年 可以看到好萊塢以外的歐陸的電影 可以看到歐陸以外的第三世界國家的電影 可以看到亞洲電影 觀影的一個經驗的多元化 你可以看不同類型的 不同形式的一個電影 然後你可以透過電影 去連結到電影背後的那個社會 那個文化 所以電影它不只是一個娛樂事業 它更重要的是一個文化 是一個文化的一個產業 對 然後是連結的是 整個電影背後的那個 產生這個電影的那個社會 那個連結 對 好 那我說一個影展之所以重要 是因為它可以補足了 我們現在商業系統的那種口味的一個單調性 好 那大家剛才都有提到 我們台中其實最大的影展 其實就是紀錄變雙影展 從06年到12年 然後辦了這四年 然後他為什麼又離開 對 我們台中 如果我們要有一個屬於我們在地的影展 那應該是長的什麼樣子 那我廢話就不多說 我就直接先請木材 對 來分享一下 那我們要不要先 我們先掌聲鼓勵一下 因為木材特有種那個排的感價 對 然後木材除了就是TIPF社產人之外 就是它自己也是影評的 然後他非常經常的討很多國際的那一種影展 包括三型影展 對 然後這個經驗其實都可以請他待會 稍微分享一下 讓我們對一些國外的影展可以怎麼亂 對 然後可以怎麼進行 好 謝謝各位好 我是木材 我就按這五官地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台南人 然後 2010年的時候我在台中做紀錄片雙年展 然後2012年我就退出了 然後2014年又回去做紀錄片影展 那 剛剛聽大家討論一輪覺得今天好像有種很刺激的感覺 其實你們好像會問了很多很恐怖的問題 好 那我先做著講 嗯 就是 嗯 我先稍微講一下這個雙年展的歷史 其實 我去過國外蠻多影展的 但是我從來沒有去過一個影展 它是以國家的名字 命名的 就是 我的前提是我們覺得台灣是一個國家 那 像我去 像你們知道坎城影展 瘟疫士影展 或者是 國際上柏林影展等等 他們基本上都是以全世界的名字 命名的 所以我從來沒有聽過全世界有一個影展 它叫做 你可以想像美國 國際什麼什麼影展 我沒聽過 法國國際什麼的 我沒聽過 所以 目前我唯一知道的台灣可能是一個這樣的影展 那在這個前提下 你就可以知道這個影展 這個命名它賦予了這個影展 什麼樣的定義跟方向 譬如說他希望台灣可以透過這個影展 藉由文化層面在國際上提升它的能見度 藉由這個影展去樹立自我國家的定義或認同等等 這個我們都可以討論 那 國際紀錄片 以前叫創聯展 它是1998年創立的 1998到2004年它在台被舉辦 那每個舉辦的應該說主辦單位或承辦單位其實每一年都不一樣 那在2006年的時候這個影展到台中辦 在國美館那時候叫聲根吧 主要是因為當時的文件會 他認為這個影展過去都是不同單位在舉辦 那他希望這個影展終於有一個歸屬 所以他們就覺得台北的影展太多了 可是其他中南部的影展相對很少 所以他就把他移到台東的美術館去 變成美術館的常規的業務之一 所以他的經費是直接到美術館裡 就是變成美術館必須兩年辦一次 可是大家知道美術館其實它是以美術或藝術當代藝術為主 它並沒有電影類的策劃者 那作為一個策展的團隊 在技術上的話譬如說影展 這個影展每年大概每屆大概會播140部片 大概有250場的放映 它的規模其實算是台灣比金馬小一點第二大 就是它有國際競賽類 你去看台灣其他影展 基本上過去幾年都沒有國際競賽類 那國際競賽類 譬如說國際場面競賽 它每兩年會收到的全世界的頭件的增件數量會到1500件 也就是說你必須有可能找到一個選片小組 他把這1500件的片子看完 然後他選出譬如說30件在這個影展部 那這個是一個很漫長的過程 可是美術館基本上不會有這種人才 或是這種專業的人去看 那變成說雖然他好像在台中 可是他基本上還是委託外面的人來做 就是所謂的設展團隊或設展人 他去組一個團隊來辦影展 那最少的時候我覺得影展大概是五個 五個常設人員前期的籌備 然後最多的時候這個影展的工作人員 part time或者是專業者 專職的人他會到25位左右 就是把這個影展做完 然後結案 那結案完之後 通常影展工作者他就會 他工作的期限就到期了 他就會離開 所以以前雖然做雙年展 基本上他還是單年的策劃期 就是你有一年是沒工作的 然後另外一年再回來工作 這個是大部分台灣做影展工作者的常態 我先跟大家介紹一下 所以以前雙年展好像說 你有兩年的籌備期間 可是在政府制度還有各種很奇怪的現象下 基本上還是很短促的 那為什麼先回答 那個剛剛大家很想知道的敏感問題 就是這個影展為什麼會離開 離開台中 那我剛剛說我自己 2010年在台中辦雙年展 我那時候是做節目 算是節目統籌 就是主要是策劃片單 然後以往在國美館的那個觀影人士 怎麼算人士 大概十天大概是兩萬五千人到三萬人左右 所以除以十就一天大概是250到三百人 2500到三千人左右 其實對我來講 我覺得他是 從2006、2008、2005、2006 他的觀眾其實是很穩定 然後慢慢再往上爬升 那可是還是有個問題 我剛剛講到美術館它可能是個問題 場地也有可能是個問題 那在2012年之後 我忘記是 應該是文件會 後來就變成文化部 那這個影展 它最主要的經費實在是政府 它是一個百分之一百的資金 都是政府的 所以政府就有決定 這個影展要去哪裡的權利 那誰來決定呢 基本上是文化部的部長 那時候是榮應台 我必須這樣講 然後我們相關的 其實說紀錄片的學者 或專家 其實被諮詢很多次 就說這個影展的未來 它應該要留在台中 還是要回去台北 還是要等等等 那這個也會跟美術館有關係 因為美術館它畢竟不是電影單位 所以你跟 你如果把這個影展 跟美術館綁在一起 其實你的策劃方向 就要稍微有點轉向 譬如說 現在很流行的 一句話叫跨界 你的電影 能不能跟當代藝術有結合 能不能跟美術館有所結合 等等 那雖然大家都講的 都是說 希望這個影展 還是可以留在台中 因為它已經在台中八年了 陪廊很多觀眾 像我自己去東海經營 或是台中的大學 他們都說 他們每年十月就很期待這個影展 他們可以接受到很多的薪資 可是最後部長的決定是 讓他回去台北 在以前的電影資料 我們現在要電影中間下面 成為他的業務 也就是說 他希望整合所有電影的資源 包括劇情片的 制度片的 這個是為什麼他會離開的原因 但我們其實沒有對外很明確的說明 主要也是因為沒有收到 選片來的信件一直問我們 為什麼 為什麼 但是我自己是對 因為我在台中做過影展 所以我自己覺得 這個影展對台中 或是我本人對台中 是滿有深厚的感情 所以我們今年 下一屆的正式的大影展 會在明年的五月 那基本上只會在台北 可是今年我們辦了一個巡迴展 就會在下個月 在台中美食館 大概有22場左右 所以 那是我們選擇第一架 會在這裡的月 這個我先介紹到這邊 那 好 謝謝 然後 剛剛聽大家講那麼多 其實我覺得 我本來對於一個層次去辦一個影展 基本上我會抱持著很謹慎 或者是說很小心的態度 主要是因為辦影展 他花的資源其實很大 我舉例子 以前在台中辦雙年展 他的預算是1400萬台幣 但是他遠遠不夠 所以在2014年的時候 因為他擴大舉辦 那他的總預算是到2500萬台幣左右 然後因為這些錢啊 人啊 你花的心力其實會很高很高 那如果我們用一個很現實的想法去換算的話 就是說 這2500萬 他到底能帶來什麼樣的效益 這個是很多地法委員他都會這樣直接問說 那你觀影人次的人是多少啊 那 這些人辦完再 你又得到了什麼 可是你通常去回想 你去回想你辦過各種活動 留下來的東西通常都很少 可是 你可以說它是一個很美好的回憶 或是說 文化活動基本上對我而言 它會 最重要的是它的啟發性 還有它讓你驚艷了一個什麼樣的東西 那這個東西都很難量化 所以作為影展策劃的常常被問說 你到底在做什麼 我也講不出來 我就說我去選影片 我看了很多影片 然後選給大家看 可是大家看完到底有什麼改變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只能自我安慰說 譬如說剛剛有一個觀眾說 他看了三百部去年去台北開 很高興 我聽了就很滿意 我就有動力繼續做下去 這就是大部分影展工作者的心態 那 可是我剛剛大家聽這樣 聽大家講 覺得大家好像非常渴望 台中可以有一個影展 但是影展有很多種方向或類型吧 譬如說有動畫影展 有紀錄片影展 有劇情片影展 有綜合性的影展 有短片的長片的等等 到底什麼樣的類型 它是最適合台中的 這個是我覺得最重要的去想 也就是說這個影展在地性是什麼 它的傳統是什麼 它跟台中能有什麼樣的結合 那我這邊再舉個例子 就是說現在大家就知道 如果台灣以城市去命名的影展 像台北電影節 然後高雄電影節 還有什麼嘉義紀錄片影 藝術紀錄片影展等等 可是你去想 就是說這些影展 它也都走過很痛苦的路才 直接找到自己的定位 譬如說台北電影節 你說前幾年 它跟台北到底有什麼關係 你直接去想 你不能就想不到 只是說它是一個大的首都 所以它後來就發展成 它每年會去挑 全世界的一個城市 跟這個城市做結合或交換 去介紹那個城市的影片 然後像高雄電影節 前幾年的時候是亂七八糟 後來可能要到第八屆之後 它才找到一個方向是 它走比較奇幻影片的路線 它走讓大家很熱鬧 黑色影片的這種類型片的路線 然後最後還開發出短片 那這個東西都要經過很長時間的 磨合和尋找 可是我 所以其實也有人問我說 台中想辦影展要辦什麼影展 然後我就會覺得 這個問題應該要回到在地去思考 就是說你們覺得 台中有什麼樣的本錢 那當然 辦影展我剛剛說 它可以辦得大也可以辦得小 辦得大就必須花很多很多的錢 那這些錢如何 通常都是政府處的 政府如何在它的資源之間做一個整合 譬如說 好像李安之前不是在台中拍片嗎 那它有個片場 那它的片場可以跟這個影展做什麼結合 或是說 政府的未來的影視政策 裡面是不是可以包含影展這一塊 那可是我通常得到 其實也有一些政府 單位的人過來問我們說 他們甚至很想辦影展 有什麼建議嗎 那可是我從他們那邊聽到的回應 主要都是說 我就很好奇說 那你們為什麼沒事要辦一個影展 他們就說 因為可以出鏡觀光啊 或者是什麼 因為他們要發生影視 可是這個基本上是我最害怕的事情 就是說 當你只把文化活動focus在唯一一種目的的時候 這個文化活動必死無一 也就是說它可能只有一屆 創造了很大的聲勢 可是它沒有第二屆 它沒有第三屆 那你所做的一切 基本上就很難很難很難延續 然後剛剛阿峰那個主持人有說 我去過像三型影展 它是基本上是我目前去過影展裡面 心目中的第一名 這個第一名 當然是說它的選片水準 或是它整個車的話的執行活動很棒 或是日本這個三型這個小地方 它給你很溫馨的感覺 可是後來我仔細去想 還有仔細去做研究 到底為什麼這個影展那麼吸引我 這個影展是1989年創立的 然後我2007年的時候 去做了一個深入調查的研究 然後我發現這個三型影展 它不只是辦影展 它在沒有辦影展的時候 跟每個學校都有合作 把他們影展的片推到學校裡面去 就是做推廣的工作 然後第二點是 我發現這個影展 他們自己成立了一個圖書館 然後你從1989年到現在 所有的影片 你都可以在那個圖書館裡面找到 所以你可以想像它花了多少力氣 去整理和處理這些東西 這個我覺得才是真正 就是你去做文化的態度是這個 然後另外就是說 台灣跟日本的關係很近 所以很多台灣的紀錄片 基本上他們都會投建到日本的這個影展去 那我發現最驚人的是 這些我們剛剛說 從第一屆到現在的所有影片的整理 他們是有一個資料庫的 然後資料庫通常 譬如說我報名的時候 我只寫英文的資料 可是我發現他把每一部影片的資料都翻譯成日文 所以在那個片子 他們的那個片庫裡有一萬部以上的電影 然後每一部都有日文英文的資料 你可以看到他們很用心 而且山形是日本東北部一個很平平很 很早期是很平穷的地方 可是他們卻有一個這樣的歷史脈絡 還有很用心去做影展的態度 這個是我在全世界的影展裡面其實還蠻少見的 因為通常你去坎城影展 問你市影展這種大型的 他們都聽起來好像還是很文化 可是像坎城影展 你有時候看電影是要穿行裝的 影展他才會讓你進去 然後你去申請證件啊 這些你都要花非常非常高額的錢 所以像五月坎城影展一舉辦 他這個坎城的小證 做的物價可能他的狂貝要兩倍至三倍以上 他去賺那個寡光財 所以影展他其實對我來講 有很多很多種面向 然後我也很難去規範說 哪一種就是好哪一種就是不好 像有的影展他專門不好還無片 但是目前我們討論的影展的這個範疇 基本他還是以拓載文化想像 然後去吃進你的觀音品味這個為主 然後另外第三個重點吧 我想要講的是說 就是比我自己策劃這個影展的經驗來講 在台中的時候我基本上會去想想的 去設想的觀眾目標主要有兩個 一個就是說台中的在地觀眾 尤其是年輕人 因為我知道台灣 台中去看藝術電影或是比較紀錄片 這種類型的電影的機會比較少 所以我會想辦法找一些可以司機在地的影片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是這個影展的發生地 是在美術館 所以我會去想這個影展要怎麼跟美術館發生關係 或者是當期我舉辦影展期間的時候 這個美術館裡面有其他有什麼展覽 它可以跟這個影展互相碰撞出新的火花 但是後來這個影展離開之後 2014年我們離到台北去 然後台北是一個算是影視中心吧 就是大部分專業的電影人員都會彙集在那個地方 包括紀錄片的人 所以我的設想目標準就會開始有點變化 第一個我們在首都舉辦 所以我能不能提到它的國際能見度 然後第二個是說 我能不能讓這個影展變成說 所有專業者很認同的一個文化活動 他們願意來參加 那我挑選的東西就會變成說 希望更去刺激他們在創作上 可以創作是更好的作品 而不只是可能只在對觀眾 在對觀眾的話 他就是說 有些非常非常困難的影片我可能就不會選 可是如果針對專業者的話 我可能會把這東西考慮進去 然後還有 那最後就是影展對我而言 它是一個很複合性的活動 它不只是放電影 它可能還有講座 然後還有工作房 還有各式各樣奇奇怪怪的活動 所以它執行起來會需要各種各式各樣的人才 譬如說 我一年可能看800部電影上 然後我們有非常好的外語人才 他可以做中環營 那我們有非常好的公關人才 或是說媒體人才 或是做各種培訓活動的人 那這些人會只起來組織成一個團隊 然後你的溝通要非常順暢 你的這個影展才有可能辦得很好 不過我覺得辦影展最困難的應該是說 還是經費的問題 也就是說如果你的經費 大部分是來自政府的話 它會有非常非常多的規範 以及它可能會影響你 去策劃這個影展的獨立性 它給你錢 它有時候就會跟你說 你不要說這個好不好 我們其實也有遇過類似的問題 那這些可能之後看到沒有問題 那我先講到這邊 謝謝 好 我們謝謝牧長 那接下來我想 大家如果有問題的話 先記下來 然後等老班分享完之後 我們再一起來討論這樣子 可以嗎 可以喔 那我們接下來請老班 好 謝謝 謝謝 剛剛有很多人說 想要看我那個 紋的這一部分 其實我也沒有只是會 會衝撞而已啦 其實 其實我畢竟是開一家小咖啡館 我們其實還是比較穩一點的 那其實在2006年的時候 其實我跟TIDF其實有一些關聯 就是它剛來的時候 那一年其實我也參與了一部片子 就是那個大台中集市裡面有一部叫做 柳川之女 是跟一些朋友 我們也有參與拍這個片子 所以其實TIDF對我來講 其實是蠻有意義的 就是說因為那一年我們是一面拍片子 然後拍片子之餘 然後就一面去拍片 然後因為我們店也是2006年離開的 等於說紀錄片的事情 忙一個段落 然後就開始來拍電 所以其實我們之前也是有在做相關聯的事情 但是剛剛講到的是大概 講到TIDF其實是一個比較大的東西 那其實就剛剛講 其實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你期待一個什麼樣的台中營戰 其實我沒有要辦 請不要 請不要 請不要說 你不是說要辦嗎 我不要跟著這樣子 千萬不要逼我 對 那其實我常常有時候會發一些文章 像這個題目是因為 好像上次誰說 看到我有發這樣的文章 其實那是2010年的時候發的 已經是蠻久之前 那為什麼會發那樣的文章 是因為那時候我們在辦一些小的營戰 然後我記得也是遇到 好像是南部那邊 不知道是哪一個展的人 哪一店裡 然後大家就聊了一下 然後就說 你們這邊怎麼沒有營戰 然後我也覺得很奇怪 對 其實我們大家就知道 我們這邊是沒有 他就是沒有 那他又問說 那你們想要 想要什麼樣子的戰 那其實他問我這個題目 其實是很大的題目 其實說實在話 我也答不太出來 所以我那時候是發了一篇文字 希望拋磚來影域 看能不能就是 偏邪忍出來 來回答這件事情 因為其實這個東西真的是很大的 然後他需要花錢很多 那所以 說實在話 我不敢想說 我們好像說要去做這樣的事情 但是因為我自己是一個店家的經營者 所以其實我有自己的一個小的店可以用 所以其實在大的事情沒有完成之前 其實我永遠想說 那我們來做比較小的事情 先讓這個事情先往前推動 這個其實跟做運動很像 就是說 這個議題它這麼的大 我也不可能今天說 幹這個國民黨給我倒 他第二天就會倒嗎 他不會倒嘛 所以我們要慢慢幹 所以說 我覺得就是 把什麼事情都先 先開始從小的東西 先往前推進 所以其實我今天要談的主要是說 我在店裡面做的事情 因為我今天掛的名字也是電影展 就是我自己是辦一個展的人 所以主要是要聊一下說 我們做了什麼 那一切事情大概就是從這個地方起 我們2008吧 我印象2008、2009的那一代 我們就是在我們店裡搞了一個社團 叫做黑狗兄電影社 你看到一隻狗在放電影 其實是有哭了梗 就是因為我們叫做墨 墨氣 所以那個墨你把它拆開就是黑狗 黑犬 所以我們就是取了一個這樣的社團 然後這個社團在做什麼事情 就跟剛剛有提到說 要辦一個展 可能要看很大量的片子 那個片量其實很多 其實我覺得任何展的型態都一樣 辦書的展覽 或是辦畫的展覽 你就是從很多的東西裡面去看過之後 從你去怎麼樣去挑選 這樣的挑一批東西出來 然後把它變成是一個展覽 那是一個test 就是你的品位是怎麼樣去 從這個挑片的這些事情去做 那我覺得這種文化性的東西 量越多的時候 其實越需要這樣的人 現在數很多 數一直在除 但是如果有人可以寫很好的評論 大概跟我們講一下 往來的面向去看 然後哪些書你可能漏了 你沒有看 這個東西我們非常需要這樣蓋的 所以說 但是這種人其實是培養不太出來的 因為我為什麼會講這樣的事情 是因為我們店 其實最早是跟東海書院是放在一起的 東海書院的店的主人叫做廖英良 他實在是很神的 就是你問他認了一本書 他都答得出來 但是這種人實在是非常少 那我覺得就是看片子 其實他也是需要這樣 其實我們沒有看很多的片子 就是說你今天要去挑片 光挑片 你要辦展之前要挑片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看的片子 其實就是不OK 就是你沒辦法去挑這樣的片子 沒有資格挑 所以我們那時候就是辦了一個這樣子的聚會 那我做很多事情其實是很希望是由下而上來做 所以我們就是辦一個這樣的社會 這一群人就是很愛看片子 然後自己可能偷偷收了一些片子 所以有一些片子可能是你不一定租得到的片子 可能是很怪異的片子 那我們只是說我們每個月挑一個題目出來 然後就挑題目出來 然後大家在這個片子的題目之下 大家去選 因為我們是每個禮拜三 所以我們每個月大概有四到五個片子 所以說等於說好我今天出一個題目 大家看到我們的這個題目都是奇奇怪怪的 都沒有進行 就是說它可能其實都是一些非常怪的題目 那我們先訂題目 然後訂題目再來挑片子 然後藉由每個人去他生命經驗當中 他閱讀過的片子 然後好像丟一張牌出來 你看我這張牌我們就很帥氣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湊了湊 就湊了一個讚 就是每個月都有一個讚 那這個就是一個很迷你的非常小的讚 但是透過每個人去觀看片子 去閱讀片子的經驗當中 就是是由下而上 就是很草根性的 就是大家都會看片嘛 你也看我也看 每個test不一樣 大家湊一湊 然後就可以辦很多讚 我們那個時候就是這樣子做 所以我們那時候 其實我們到去年做運動比較忙 所以我們去年一整年都沒有做 那去年一整 在2013年底前 其實都一直都還有做 就是每個月大概都有辦這樣的比較小的讚 那就是因為這樣子 因為我們在看片子 所以有人就開始會來找我們 所以在2010年的時候 有一個世新廣電系 他們就是要辦一個畢業展 然後就丟了片子來給我們 所以說我們這一屆拍了這麼多片子 我們要不要挑一些出來播 那我覺得每個拍片的人 其實最希望的事情 其實除了賺大錢 這個大家應該都蠻愛的 但是除了賺大錢之外 其實最希望自己的片子 他很帥氣被人看到 而且是很多人看到 然後看到的時候 還可以大家可以聊一聊 就是大家可以聊一下 你看到我的片子裡面 我鋪了一個什麼梗 那邊放了一面旗子 那個旗子其實是有意義 他們寫台灣要拍圖 他們寫這個字 其實他都鋪了很多梗 在自己的片子裡面 他希望大家能看到那些梗 所以說其實我們那時候就是 他們來找我們 我們才第一次有這麼近的距離 可以很大量的看到 這樣的一個戲 他們今年的在 在要畢業之前拍出來的那支片子 那個量很大 我們就開始看看 從裡面挑了一些片 挑了一二三四五六 六個片子出來 然後就辦了一個展 那說實在話 我覺得蠻幸運的 就是有機會看到這張片 其實說老實話 我們大概就是進電影院去看片 或是看TIDF這種比較大型的展 都好好的來讓你看到 這種片子其實我們非常少看到 印象當中 大概就是公共電視台會播 但是他播的時候其實都很怪異 不一定會有空看 然後我就覺得其實這個片子很 蠻有意思 因為他們沒有很多錢可以拍片子 所以就是拍半個小時的片子 但是其實我們有時候想一想 你要故事講個樂樂等 像我現在可能在講個比較長的事情 樂樂等講其實是比較好 比較容易講 但是你要半個小時之內 要把一個故事講得完完整 其實說老實話是很難 所以我發現了在畢業生他們 在拍這個比較短的片子 半個鐘頭內的片子 我覺得它很妙 所以才發現這個東西其實蠻有趣 所以我們就為了他們 就搞出一個叫做電影戰 青年一定強 青定這樣子 紅繩黃綠藍電子 所以我們就用電影戰 電影的這個音 就弄了一個這樣子的戰 那從那個時候開始 我們就開始在做這樣的戰 那做的方式其實也不會說很雜 就是說基本上就是 邀片子 就盡量去邀約片子 邀了很多的片子來 然後我們就看 然後就是通常七月八月 四月五月六月七月八月都會陸陸續續 因為有人拍得早有人拍得晚 而且還有前一屆 後一屆 前好幾屆 所以其實你的片量其實是非常之多 所以說其實可以看的東西 其實是很多的 那我們就是去廣告片子 我們把三個片子 把它兜攏在一起 因為都各半個鐘頭 加起來一個半鐘頭 大概跟進到電影院當中 看起來有點像 就是一個半鐘頭 然後就大家來看三支影片 然後三支影片看完之後 我們就可以在咖啡館裡面 很近距離的去聊聊天 那那個時候 其實做這個東西 其實是精了解 我必須講白一點 就是說 要做這種事情 其實是要稍微有點底 因為你把人家請來 你不可能不要配 配點錢給人家 人家跑那麼遠來 而且可能是來一整組的 因為他們畢業班 可能你一組的四個五個 通通通來 每個都要配 所以你一個晚上 你光是收票錢 然後再付一付 你可能自己還要掏一點 所以我不敢常常辦 所以我那個時候 是每個月我只能辦 是啦 我稍微聊一點可以 但是聊太多我沒辦法 因為那時候 我們生意也很差 所以我們就是這樣做 就是每個月做一檔 三個片子 就這樣做 那這個是電靈一 我覺得蠻有趣的是 就是這些片子 有時候我們算是 看得比人家早一點點 因為他剛拍好 就拿來給我看 後來才看到 有些片子還蠻厲害的 後來得了很多獎題 那你就覺得 好像跟我有點關係 這樣虛榮 就是這樣 所以說就是 就這樣一路搬下去 從電靈一 電靈二 電靈三 就是這樣子 慢慢的播 其實有一些片子 因為今天 我覺得我不要講 講很多 我很快講完 等一下我們可以聊一聊 所以我大概放一下就好了 那其實 我們每一次其實也有試著 又不同的梗 例如說三個片子 都在一起 讓劇組跟劇組之間 也可以聊一聊 他不是只是說劇組 來跟觀影者來聊而已 劇組跟劇組之間 你怎麼拍片的 那個鏡頭 弄得非常好 你是怎樣弄的 瞧一瞧 就是說放同一個人的片子 他可能剛剛 他拍了第一部片子 跟他學 學了幾年之後 來拍第二部片子 我們來看一下 片子跟片子之間 有轉 你可以看到這個人 變得不一樣 所以我們 也在試不一樣的類型 但是絕大部分 還是三個片子 三個片子放 因為這樣子 我覺得最有趣 也符合我們那個 黑狗兄 就是說 找一個題目 然後兜幾個片子 變成一個 這樣子 所以我們其實 裡面有一些很巧妙 有安排的 但是其實 我今天沒有空去講那個 所以我就不要講了 那我們就一路做做做做做 做到 電10 電10 到2013年 10月05號 然後我們就 告一段落了 今天再來就開始忙了 再來就開始忙 運動的事情 然後就 就沒有時間搞了 所以其實大家可以看得出來 就是說 大的東西 要好好經營 小的東西 可以說放就放手 所以說 鼓勵大家盡量去做小的 因為其實我覺得 在這個文化性的 這種事實上 其實要看的是什麼 多樣性 就是各種面貌 各種形態 各種感覺 通通都有 像我們辦影展 很奇怪 我們辦影展之後 當然就是 應後大家一定會 聊聊片子 但是聊聊片子之前 我一定會去外面抽個煙 就是這樣 因為我們其實不太喜歡 規規矩矩在那邊 我跟你講 這片子多厲害多厲害 在新加坡這麼說 我們一面抽 也可以一面聊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們辦的方式 是比較怪異的 這是 這是 最近 在運動當中 我也有患 這也是 林布財兄他挑的片子 就是那個 河電影 2014年的時候 我有幫忙 挑了幾個片子下來 來 台中地區 然後幫忙 跑跑片 去各個地方 去串聯 去各個片子 去放 然後去把反折的議題 把它帶出來 所以在 影展這件事情 其實跟運動 是可以結合 文場 其實不用分 那麼多種場 他為什麼會這樣跑 他很酷 他會這樣跑 然後最後 我來講一下的是 就是我們在 電影展這一路 有幫助過 電影的好夥伴 剛剛有提到 那個小路 硬化 他們跟我們做的 類型比較近似 就是說 也是把 畢業生他們拍的片子 拿來播放 拿來推廣 所以他們 跟我們比較像 所以我們有一次 也集合了 他那邊的片單 跟我這邊的片單 挑了大概 十八九步 然後 到那個 中友 跟他借了 應該說他 邀約我們 給了我們錢 讓我們去 推廣這個事情 然後辦了一個戰 那我覺得 這也是一種mode 就是說 當你沒有錢的時候 像我的習慣是 我不喜歡拿 台中市政府的錢 他要給我錢 我也不要拿 因為那個他 他拿我 他一定咕咕摸摸摸 然後那個賬很 很難算 所以我就 就是我不愛拿他們的錢 所以我 大概這輩子 只能做比較小的事情 那 小路 小路 他現在 也沒有在做了 現在 我跟他大概都算挺了 但是還有一兩個人 這一路 有 一起做過的 他們都還在活的 像這個未來電 電影日 未來電影日 我覺得還蠻帥的 他就是春夏秋冬 每個季放一次 然後那個 策展人會從 那個林先生 林山 他是在日本那邊 做 就是說 做平面的 跟我做的工作 其實是蠻近似的 他會回來策劃展覽 他每次就是 每年回台灣 就是為了策劃展覽 策劃展覽 他的片子都是非常短的 那個 小片 大概是 五分鐘 十分鐘 那種非常短 然後他會 湊很多片子 大概一二十片 然後從頭搏到尾 然後一定要憋著 不能停 要一路看到文端 他會 不開心 就是 他們是辦這種展 但是他們 我覺得他們這陣子辦展 越來越大型 然後跟 工部門也配合了 還蠻多的展 所以 我覺得他們也是 還蠻強的 然後 最後 最後 最後這一個是 這個也是 現在都還在活的 One Piece 實驗影像論壇 他是 我一個朋友 他們也是在開店的 那個RNU 他們自己去 兜的片子 他們的片子 就比較 以 實驗 錄像類的東西 比較多 他是比較不是那麼親民 就是可能你要懂比較難 所以他會排的 就是跟你講的時間 會跟你聊的時間 會比較差 所以片子都很短 但是聊很長 你如果很喜歡聊天 可能可以去一下 他們在講片的人 其實是很強 其實我覺得辦演展片的事情 就是 評論者 其實是非常需要的 就是說 今天你辦一個展 你總是希望把片子再深入 你如果不會講片 那其實就是 就 你覺得好像少了一塊 所以我覺得我們大台中區 其實蠻缺這樣的人 就是我每次要辦展的時候 如果說想邀人家來看片子 總是都不可能自己上 就是要找一些 真的是比較能夠講 比較深入的人 這樣子真的是很少 所以我覺得真的要辦 屬於我們大台中的展 很多面向的資源 都必須要慢慢要到那個位 才有可能辦得起來 那 關於我寫的那篇文章 就是你期待一個什麼樣的台中 我整理出來 大概是這樣 我想像的 我想像的不一定是對的 其實我的經驗 我的經驗當中 我覺得說 可以這樣試試看 就是說可以辦這個 國際學生的 就是說我覺得 像我們是辦的是 其實我們那時候辦 電影展 電01到電10的時候 其實從北到南 就是電影相關科系 其實是很多 然後他們其實都苦無 沒有地方可以放 我經驗當中是這樣 就是 我前幾次辦的時候 都會跟這些拍片者會聊說 你們在大台北地區 像那個 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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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大 他們應該說 你們在那邊應該 店家很多 應該很多地方可以放 他說沒有 他說你們這邊真的是 歡迎我們 因為他們在那裡 其實因為店很小 所以要 跟校剛講 就是你辦這個 可能要撩一些錢 所以可能 不是很多人會願意辦 所以說 我覺得 需要有一個 對他們很有 親和力的 吸引他們來 來這邊拍片 那我的想像是說 如果很多人的第一部片子 就是拍片的人的第一部片子 他會覺得說 台中跟他就有了關聯 那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蠻有趣的事情 如果你每年這樣辦 未來在電影圈裡面 可能一些 叫得出名字的人 他的第一部片 竟然是在台中四波 因為我覺得這個是 非常好的事情 而且另外一個就是 從南到北 你不要說 我們都一定要往北走 叫那個 越往南部的人 親和以看 光是要看個展 要跑到那麼遠 所以 大家都往我們這邊來 就沒有錯了 從北來中 從南來中 都很近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 我們應該來推動 但是推動這件事情 可能要推動的面向 其實還很多 那我就覺得 像現在 金碎獎 就是在做這樣的事情 我常常講 有人把輪子做好了 我們就不要去做輪子 直接拼 變成車子 所以說我覺得 我們應該跟一些已經在推動的 學 學 把他們這種 跟同類型的展 我們就是 去兜他的 把他的那個 team 可能看去他們 去取取機 看能 看能怎麼樣辦 那這個 要辦成這樣的展 可能就會 稍微快一點 不是從零來做起 那其實 後面這 這兩項 其實我覺得 其實剛剛 剛剛我們大家都 大概都有聊 但是我 我必須要講 真的我覺得 在台中市 導文化這件事情 也的確是很累的 例如說 Jazz音樂集好 你什麼時候有聽Jazz 只有那個禮拜聽Jazz 然後 你去也不是聽Jazz 你是去買 雞 買 雞 跟喝的 畢爾 大家通通都是去那邊喝 都去那邊喝 然後去那邊吃 然後 聽 這個叫做Jazz 這樣子 你平常沒有在經營 這個很怪異 就是說你不能只是那週聽Jazz 那電影也是 我們辦這個展 平日就要看 也不是說 到七月八月 我們辦個很大型 熱鬧鬧 好像各個地方 都有變成一個祭典 祭典之外 平日 有一些店家 開始 大家從 像我剛剛講的 從小的做起 小的不用花很多錢 我們從小的來做 一片兩片這樣放 慢慢積累 讓一些人 大家開始去觀影 看不同的片子 不同類型的片子 不同的面貌 然後把這樣的觀影群 先建立起來之後 台中市政府 就收收歌了 這個 稻子已經長很高 可以收歌了 就可以來辦這個展 你看這樣對他們 真的是還蠻替他們想的 所以我很希望他們 趕快積極一點辦 但是據我知道 他們今年其實是要辦 他們說今年可能 花少少的錢 先辦一下 可能被刀很多次 可能皮有點在癢 所以可能要往前推進 今年聽說 聽說新聞局要辦 但是我也覺得很奇怪 就是這個事情 都是新聞局在管 這個是很怪異 但是就是 不管怎麼樣 先求有 再求好 好的部分 我一直覺得 這個好 不能都把這個蛋子 丟給台中市政府 當然你要編 沒錯 沒有做好 但是我們大家要認真去看片子 你不能說 明明有好的片子 下來 你也沒有去看 大家就會嚇 那個片子 就是我們都很想往大台中放 放了之後 你們又沒有人看 錢都沒有辦法回來 這個我覺得大家要想 自己也要想一下 像TIDF也是 TIDF TIDF雖然它像 在台就要放了 是 4月初 下一兩週 就開始播了 但雖然它排的那個 排的時候 是有點怪異 下午 兩年 雖然很奇怪 但是 希望我們大家還是去談一下 稍微 可以請假 請假 做那個服務業 我排一下修 我們盡量去看 集齊節 讓它可以兴旺起來 讓它覺得說 我有信心 可以再繼續推廣 好 那今天就先講到這裡 謝謝 我們非常感謝那個勞當的分享 其實剛才從那個 木宅勞當的分享 我就會發現 其實影展的形式其實很多元 並不是一定是要一個大的 對 因為那個 想多一點時間 留給大家 然後來講一講 大家的想法 所以我就不多說 直接開放提問 來 一個 我一次收集三個好不好 還有沒有人 沒有人 兩個 好 這本手冊 這本手冊 這本手冊是那個TIDF 來辦那個巡迷展 然後 我跟大家推薦 灘玉帝國這一部 灘玉帝國 是 灘玉帝國 他在那個手冊的第十八頁 他說那個 南韓三星產業 他是 南韓以政府的資源投入到 來培植的這家公司 但是他們只在乎賺錢 不在乎勞工在工廠裡面 所受到的職業傷害 所以我自己在工廠上班 我很感觸很深 我也很小心 我覺得台灣的可能也是會這個樣子 那 導演 拍的那一部 柳川劇 沒有 片不是我導的 不是你導的 是 我有看過 然後 影術 那個什麼 影聲到台中 過去是 色情業非常的 發達 現在也是 一點點 但是有引發到我這個想法 就是說那個 有一個女生自殺 然後躺在那個柳川裡面 被人家發現 但是那個 那部影片只有十分鐘而已 但是從這個敘述裡面 就是發現到 原來台中非常重要的特色 第一個 色情 過去色情 然後第二個就是 省政府以前在南投的時候 他還沒有動省的時候 台中是農戶 所以他政治地位也很重要 所以他有一個台灣電影文化成 那台中的影展 在地化的影展 就是說 過去台灣國際紀錄片雙年展 在台中辦世界以來 每一次前三次的開幕片 都是大台中祭祀 然後我也是觀眾之一 現場的聖女孩 大台中祭祀是找了十位的導演 然後每個人拍十分鐘的短片 那那個短片裡面 都在講台中的事情 那這個平台我覺得 在當時很好 可是為什麼好像說 台中市政府都沒有在 用政府的資源 在培養這件事情 培養在地的電影工作者 我覺得很可惜 然後裡面還有一部片是這個 好像是東海大學的學生拍的吧 他拍那個 一個統聯的國道 刻意轉移在 那個在 比如說像清明姐 連假期的很多 來來往往之間 那些人到台中 哪是做什麼的 一個念書或者是工作 但是 那個感覺 你看到人耐中 感覺是一種離愁 台中是他們的 工作的地方 或者是鄉愁的那種感覺 我就感動到 原來台中 那個紀錄片的影展 告訴我 商業片以外的事情 是這樣子的一個感情 所以 這個就是影展非常重要的一個 很核心的部分 那台中我剛才有提到說 第二 我在地人 我覺得 在政治上 或者是文化上 或者是 這個美術方面的 或者是文學方面的 台中的文學的 這個很多的作家 從日據時期到現在 還是很 還是很多 但是都沒有人去發現 而且大家都只重視觀光 辦的影展也是觀光 然後有人來賺錢就好 實際上也沒賺錢 辦完之後心裡很空虛這樣 然後我很難過的 然後影展回台北的這樣 好 謝謝 你好 那個 我有兩個主要的問題 然後第一個問題想要問一下 就是 就是因為我之前去參加一些 就是紀錄片的影展 然後可能看過了 就是那個影片 然後是台灣的 就是獨立製片的導演拍的 然後我覺得拍得很好 可是到後來就是變成說 就是 你 就是你之後你要再看 其實就不一定看得到了 對 那 因為其實相對於 因為我 就是今天 就是在討論影展這個事情 可是我一個更根源性的問題是 就是 相對於那個影展是那種一次性的活動 那有沒有一個就是平台 還是說 想要問阿宏就是 像你們獨立製片者 有沒有一個平台是 就是合理收費 然後去 就是上面可以去 讓大家可以就是 接觸到 有那個管道 可以再去接觸到那些好的片子 對 就是 是不是這是一個方向 對 那 另外一個是要問那個 就是木材 就是 因為 就是之前 就是 像 所以就是 今年的那個318 不是 去年318的開始 就是其實 那個對社會很多影響 然後我覺得 就是那種 公開 透明 然後公明參與的那種 對 那種 方向 或者是 是一個大家可以想像 或者是 未來去做的 那那個在影展的上面有沒有一個 就是可以 就是 就是 嗯 可以 就是 朝這方面走了一個 一個方向 因為 我當然就是覺得 就是像 木材這樣子 就是有 就是 數以 就 十萬基還是 數以萬基的那種 觀念的那種景念 當然 當然他是一個就是 非常難的人才 可是 是不是讓國民殘慾 讓他們去 殘慾去 包括說 不知道這是一個想像 選片 或者是做什麼 讓大家更有那個動機去 因為那個跟他們的生活 是 的脈絡才是 真正有關聯的 對 就是問這兩個問題這樣 OK 謝謝 好 謝謝 嗯 你好 我剛才就是這樣子 這些 停下來 就是我覺得很有意思 因為 呃 我本來是在 其實我 我也是還蠻愛看電影的 但是就是 我早 以前也是一樣 就是我很愛看 好萊塢類的電影 但是 因為好萊塢的電影 看起來 就是它有個公式 就是 你會慢慢的 就覺得它很老套 所以就慢慢 你就會想結束一些 新的電影 像是 新那朝什麼的 那 那個 就是 因為好萊塢的電影 就是它佔大眾的市場 那 那所以 像這種 就是小的那種 電影啊 就平常很多 很少有管道 就是除非 他可能有去 選修什麼 電影的課啊 還是他有自己去研究 那所以我覺得 就是有一個 就是像這樣的影展 這個是真的是 非常好 那 那也是像 像這個大概講 就是要先 做大的東西 要先從小事開始嘛 那 那像比如說像 如果有台中 然後像 綠原道附近 就有一些小店啊 然後 還是有些 咖啡廳什麼的 也可以就是 像這樣子 就是每個禮拜五 還是 每個週末都辦一個 小的影展 我覺得這是很棒的 因為 因為比如說 就算沒有大的 那如果有這些小店 然後 然後就是 像之前 就是剛剛裡面講的 可以提供 就是其他人一些 比較多元 多元性的 物樣的 電影的 觀賞體驗 那也是 對就是 台中的那個 人文發展 是很好的 那只是 這樣子的話 就會變成就是 很多的 各種的小店 每個人 他們在台中 小的 他們有各種 自己個人特色的 影展 那可能因為 他們都是 各自在做 那他們 少了一個 就是 像是一個 類似廣告平台 可以讓大家知道說 喔 台中哪個地方 有在辦一個這樣的影展 那 有沒有辦法 就是 是有沒有可能說 以後 比如說 有一個網站 還是有一個 同路 可以這樣比如說 我今天很想看電影 可是 我不知道 哪些地方 有在辦類似的影展 那我透過這個同路去看 我就可以知道 就是 台中 每個月 固定有哪些活動 那 那這個東西是 台中還沒有 還是台中已經有了 那如果有的話 是不是可以 就是 希望也可以趁 趁這個機會來 然後就是 聽聽看這個質詢 然後自己就可以 就是 接受到這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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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先回應一下 台語帝國 對 剛好他 4月11號 其實他有 在那個 他有一場 他有一場 座談 激風聚會 然後剛好那個導演 也回到 所以 就有興趣的人 可以特別去參加那一場 對 韓國的導演 對 來到我們台中 這個機會難得 然後本身那一部片 是 非常棒的一部片 對 我剛好來看過 非常推薦 好 然後剛才的問題 因為剛才他有一個問題 有問到我 所以我應該直接先回應一下 我們台灣目前來講 以紀錄片來講 其實還沒有一個很健全的發行管道 這個平台 然後 目前來講 高雄 高雄的 他們的電影館 就以前的那個 電影圖書館 他們現在裡面的工作人員 會定期的去關注一些新的片子 然後就是說會主動的去收集 去聯繫 對 所以他們那一邊反而可能 是可以看到一些那一種 就 紀錄片 然後台灣國內自己的一些 獨立製片的這樣的一個作品 對 然後這一點 待會可以請莫才補充 然後 以 像我現在所知道 以日本來講 他們其實有蠻多的那一種 各地方有蠻多的那種所謂的 藝術片影片 對 然後 就是他們的一些獨立製片的 或是那一種 那個 紀錄片的工作者 對 有些片子他們會去做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發行 然後放映的一個管道 對 但是這個區塊就是我們 以台灣的現實的狀況來講 其實就是 你除了台北的光點 然後 要不然就是高雄 就是工單位嘛 就是那個 電影館嘛 然後現在新北市就福中食物 然後 對 差不多就是這樣子 然後 其實我們 我們 中部這一邊 其實是 如果說像老單 他們這樣的 的人沒有做 就找一些片子來放的話 其實是不太容易 對 有機會看到 對 我先暫時回 回應你這樣子 那你的環境外 有本來是 包到網路上 然後可能就是 你別的說 是地區型 它可以當 你的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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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付一定的費用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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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有 沒有聽過這樣的事情 這個我比較不熟 我直接給木材來回應 國際上的話 通常是北美 北美跟歐洲 他們都有那種 專業術 不知道怎麼講 就是線上串流 然後你有點像 MOD這樣 你網路夠好 你就點點 然後付錢就可以看 可是其實像台灣 我知道的 就是說現在好像有蠻多 那個中文叫什麼 MOD嗎 就是說有新的 會有新的頻道 然後未來應該 有人在 要做電影台 就是台灣 然後會選一些台灣的錢 進去 這樣 你就可以很方便看 然後我自己的工作經驗是說 然後我 除了做影展工作 我也寫電影評論 還有做一些推廣工作 以前我做過一個資料庫網站 台灣 嗯 名字叫做 Taiwan Docs 台灣嘛 然後Docs 就是紀錄片的所寫 紀錄片資料庫 然後它是一個 從 大概1911年到2015年 所有台灣 你只要過入圍影展 入圍影展 或重量影片的資料 片的片幕 都會在上面 你們可以上去找 然後創立那個的時候 其實最想要的是說 我們也可以做線上觀看 但是因為那個 後面需要的錢太多 我們就走不來 然後它就變成一個 檢索資料的東西 就至少你知道有哪些影片 然後我們在上面 有留下來 那個導演的聯絡方式 就你想看 你就聯絡他 那至少你們可以自己去聯繫 那個是我以前做過的一件事 然後就回應一下大家的問題 那個 那個318學運好像 不能說學運 應該說社會運動 給我們蠻多啟發的 因為 因為 因為我自己工作的地方 現在是國家電影中心 它剛好就在青島東路上 然後我318下班之後 就被捲進去立法院 過了一天一夜回去上班 然後好累 我沒有睡覺 下午又回家出去睡覺 然後那個一整個月來 都一直在關注那個運動 然後去年我們測的展 其實某種程度上在回應這個運動 所以我們沒有很正 沒有很官方式的去選 跟太陽花有關 可是事實上我們得分數 都在反應這件事情 然後在測展 測展這個東西上面 你剛剛提的讓我想到一個 滿有趣的事情 就是我剛剛提到那個三型音展嘛 然後因為 每個音展都要選很大量的影片 然後就會成立一個選片小組 然後三型音展有趣的是說 通常選片小組的成員 會有音展的特展人 選片人 要不然就是會找影評人啊 專家導演啊 專業者 可是他們不知道為什麼 找了在地的那種 就是家庭主婦 然後還有農夫 然後可是因為影片是國外來了 所以他沒有日文字幕 就對他們的時候沒有日文字幕 所以他們也看 有的時候也看不懂 可是他們在這個選片的小組裡面 然後他們討論的時候 有時候那個家庭主婦就會說 我好喜歡這部片喔 因為這個主角實在太帥 好像會有一些 哇你完全想像不到那個 裡面的角度喔 然後可是 有某種程度 當然他們會去協調啊 就是說最後到底挑什麼片 可是這個過程裡面 他有時候會讓像我們這種 就是說我們要跳很很難 或是說很硬啊 或是怎樣的 這種比較專業者去反省說 到底一般人是怎麼看電影的 那個看電影的初衷是什麼 我覺得這個是有趣的 可是在 在操作影展上來說 他 我們要去達成這樣子的 的東西 我覺得比較難 因為 因為每個東西的daylight都很近 所以你如果要開放 更多人進來選 他是不是會讓你的影展 尤其是你做大型影展的時候 會很難運作 但是像鐵馬影展 他以前就是 有一種協作的方式 就是你全部的人都是 志工你可以投入 然後你志工進來影展之後 你可以分組 大家可以一起討論 我們希望選出什麼樣的影片 然後分派每個人去寫簡介啊 什麼什麼 我覺得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好的辦理 可是好像這幾年 比較沒有可能 應該是前兩三年 天馬影展跟做這樣的事 尤其是天馬影展 他是一個走社運路線的影展 我覺得他的這個角度和策劃方向 其實他帶給影展很多心的思考 其實我覺得蠻酷的 蠻酷的 其實我覺得剛剛提到那個 其實我們在做電影展的時候 因為你看的片量多 其實我們也有在想說 把它編成是一個APP 可能可以做成一個APP 然後我們就可以直接從這個 上面就是付了錢 就直接看 但是我覺得那個東西 其實最複雜的那部分 就是要談說怎麼跟他拆分 就是這個東西其實對我來講 是很難的 就是說去嫁那些站 其實我自己有在 大概可以算得出來 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大概要花多少資源做 但是其實我們就比較不太懂 怎麼樣從 這個跟ART有關的 這樣的事情 怎麼樣去拆分 去計算那個價格 這個我真的是 就是沒有辦法 所以後來也沒有做 那我總覺得說 其實看電影最好的 最好的方法 還是進到電影院當中 在暗暗的房子裡面 然後螢幕非常巨大 然後聲音是很棒 就跟在看書一樣 你可能會看那個e-top 就是在你的i-pay上看 但是就是要翻閱書 才有書的味道 才有那個fuel 所以我總覺得最好的 最好的還是進到一個 大型的電影院裡面去看 好好去看影片 然後不會被感擾這樣 其實我覺得那樣是比較棒 剛剛這位有提到說 如果有在半夜小銀展的店家的資料 要怎麼找 基本上我覺得對店家來講是蠻難的 他又要經營 然後又要搞這些web 然後又要promotion 其實是很累的 但是這個東西應該由別人來做 我最近有聽到有一個叫做 動好聚落 我印象中是這樣的 你可能可以查一下 就是在大台東地區 他就收集相關聯 跟這個art有關的這種各種展演 他就把它擠了起來 你可以去找找看 可能就會有 各位有補充一件事 先問一下你們有去過美術館嗎 就國際美術館 有齁 那你們知道美術館裡面有個圖書館嗎 有 有去過的人不問是一個什麼 喔你們有 就是 你們這邊都沒去過 那個圖書館喔 就是你進大門之後 左邊不是有電梯嗎 那你電梯就按三樓 然後三樓進去 你就會發現一個圈 我們完全沒有想像過的地方 就是 他有一個藝術類 所謂有書區的圖書館 然後這個 雙年展以前在台中嘛 所以在那個圖書館後面有一個展區 他是有台灣紀錄片 跟過去一些雙年展展過的 國外紀錄片的館廠 所以你們要看的話 你們是可以到那個地方去看 它是一個蠻好的地方 因為五百人不知道啊 他們跟我講不知道 那是很隱密很隱密的地方 對 這個年我也不知道 好 講解 來 再開一道 來 一個 兩個 三個 好 我想要問木材人 就是說 一個電影節 它真的能夠 變成光光的話 那它需要多少的人才藝 對 那有沒有人想說 假設他把它 變成山形這樣子 然後把它丟在花花蓮台東的話 它怎麼會不會成功 然後再第二點我想要問那個 一個討論就是說 像你那邊搬一個練舞站的話 那你需要的人員 需要多少 對 然後需要大概 需要籌備的期間要多少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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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陸區的那個深坡圖書館 對 對 這個是一個資訊 另外的話 我們還有一個國立圖書館 其實我 滿遠的啦 我其實也沒有去借啦 也提供給大家 可以去商界 我這邊有個建議 我覺得說影展的話 因為有這幾位在推動 應該會水到渠成 那個沒問題啦 剛剛有提到說平台的問題 就是說 因為看老單還有那個小路印畫的話 其實 真的滿辛苦的啦 去推動 又要營運 又要咖啡廳營運 又要做什麼的話 很多事情 我倒覺得的話 是可以提供 就是說 普遍去成立一些 紀錄片的一些讀書會 那現在LB的話 平台滿多的 可以集結 那當然 老單也有提到說 多樣性 多元的部分 不同影像的的話 類型的話 同好的話 可以自主 那如果不會的話 這些神敗啊 老前輩的話 能夠引 就是引進一下 在堪行著 另外的話 就說 其實我一直在想 就是說 一般咖啡廳 其實他也有他的理想性 但是要兼顧他的營運 說不定的話 這些讀書會的一個 推廣促進會 比如說阿楓啊 你們可以 咖啡廳的話 不用忙那些片嘛 不用去選片嘛 然後他去 有一個推廣文會的話 去跟導演去談 然後他只是一個場地 能夠播放 然後播放的話 然後播放的話 可能有一些 額外的嘛 額外可能 我們不要說抽水啦 就是說 額外的一個 一個 可能貢獻在這個基金啦 我覺得這個 滿不錯的啦 因為 台中市卡位廳很多啊 如果說10% 我覺得說 這個是一個 點線面的一個推動 所以 讀書會的那個 去推廣的話 我覺得這個很首要啦 就是說 讓年輕人去做 然後另外的話 第三點的話 就是說 一個紀錄片的一個 就是說 讓年輕學生去拍紀錄片 現在手機很方便啦 還有做微電影 但是他們在剪接跟構圖的話 其實他們 可能 有一些人會去學啦 是不是都可以安排一些 演習會 剪短的話 請一些 像阿峰啊 剪短上個一兩個小時 然後用手機 剪五分鐘 就可以拍片 然後放YouTube 或是這個 LB平台的話 可以串臉 我覺得 讓年輕人的話 第一點有成就感 然後他可以推動 包括有梗的話 大家去營造 真的如果說這個麵的話 營造的話 其實我覺得 台中營展這個 真的沒問題 謝謝 謝謝阿峰 今天很開心就是剛剛 聽到那麼多 然後我也很贊同 剛剛那個 那位大哥他分享的一些觀點 這樣子 那我也提一些我自己 可能想的事情這樣 那其實我覺得 要辦一個台中營展 可能大家可以先想的是說 台中營什麼時候需要 去看紀錄片 或是什麼 他幹嘛去 需要去看一些 比如說動畫 或是旅行營展 或是一些議題 那我個人會覺得說 那因為我們念電影系 那我會覺得說 一個人他 當然會需要這些東西 他表示他生活 可能有一些不滿足 因為這些東西 對我來講 他可能是一些 精神的資料 或是一個心理的資料 那台中營其實 我覺得蠻幸福啦 因為天氣很好 然後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所以大家其實都還蠻享受 一些生活的不得跟小確幸 那其實我覺得今天 在座大會來這邊 都是已經 怎麼講 就是你們已經開始去發展說 你們自己對於觀影 或對於說更多議題的一種 渴望跟挖掘 那其實我覺得 我們現在在台中缺的是一些 更多人他知道說 他其實可以 除了喝下午茶 吃甜點之外 或散散步說 他可以有這方面的一些資料 所以可能 那我另外觀察到 台中一個現象 就是在這幾年 可能從 這兩三年吧 很多年輕人包含好伴 然後包含 像想想 等等 很多人物的空間 他開始慢慢 像AD 他們都慢慢想要用自己的方式 去做一些 點點開花的動作 所以其實可能 要依賴公布我們 我個人覺得是不太可能 這樣 那這些點點開花 大家是可以做一些串聯 可以去做一些 影像閱讀的引導 因為我覺得影像閱讀 或是說 新的一種對於媒體閱讀的方式 他是需要被教育的 那在台中長大 或成長 其實在這方面的資源 是相對於其他議題更少 其實像性別 像建築 像圖像美學 或是說插畫設計 美學設計 其實在台中還是有蠻多東西 可是微圖在影像 音像這個部分的閱讀 其實我們一直沒有一個 比較系統性 或是比較能夠 找到一個中心點 台北也會想到光碟 那台中你會想不到 在哪邊可以做這樣的事情 所以可能在這個部分 是可以撒一些種子 然後自己覺得 那另外就是 我覺得現在這個時候 有一個限量就是 因為網路的關係 所以每個人其實他 都拿著一次麥克風 只要他願意 他隨時上網 都可以把自己的觀點意見 就散播出去 那如果說我們能夠 有一些好的種子散播出去 比如說阿鳳導演 可以做一些導讀 或是像老男 願意在做一些邀請的動作 然後讓一些比較好的人 來告訴這些人 怎麼樣去看紀錄片 他的價值和美感 那這樣的話 透過別人的麥克風 透過這一段參與的人 他們也都是麥克風嘛 所以麥克風再散出去 慢慢它就會有一個氛圍 其實我現在感覺到的是 關心的人還不夠多 但是慢慢快要沉氣後 這樣自己的感覺 謝謝 謝謝 那我先請莫才回應一下 剛才那位朋友問的那個 三型影展的部分 跟著他的那個提問 我想順便請你補充一下 就三型他現在的一個那個 他的一個資金的來源 是差不多是整個什麼狀況 然後他的一個 你說他那個什麼選片 選片的那個結構是怎樣 可以順便講一下 那我稍微補充一下 這個三型影展背景 他是1989年創立的 然後兩年半一次 那以前雙年展是兩年半一次 所以一個是單數年 一個是雙數年 就變成我們自以為的那個好兄弟 事實上沒有 可是是有意思的要錯開 那這個影展他早期 是一個很有名的紀錄片導演 叫小川生界創立 後來他就過世了 那以至於他在三型拍攝農民 早期是拍攝農民的 所以他拍攝的紀錄片跟這個影展 其實就變成這個影展的 某種程度上的傳統 那早期他都一直在發掘亞洲的紀錄片 所以很多亞洲 包括台灣的導演 他們都認為這個影展很重要 那因為他也是亞洲第一個紀錄片影展 所以目前他來說 亞洲規模最大的也是他 可是他雖然說規模最大的 可是他觀影的人士大概是在 兩萬到兩萬五五左右 其實沒有到很多 其實沒有到很多 可是呢你去三型影展看一部紀錄片的話 是要買票的 那他買票的價格 好像大概是一千五百塊日幣 到一千八百塊日幣左右 可是以前在台中看紀錄片 你們有去看過你們知道是台幣30塊 你不覺得蠻奇怪嗎 怎麼會平衡呢 一個正常的影展來說 他基本上應該是跟你去看電影 跟人要花的錢是一樣的 可是為什麼紀錄片只有30塊 這個是因為公部門怕沒有人去看 所以他就對 那去年我們在台北 我們試圖要把它漲到一百塊 就被打下來了 所以在台北看創演展是50塊 那對這個有一些奇怪的因素 那回到剛剛那個觀眾的提問是說 觀光畫 我覺得好像有點難回答這個問題 就是我沒有辦法去定義 到底這個影展膨脹到什麼程度的時候 那才可以變觀光畫 因為觀光畫對我來講 應該是他帶動周邊的東西 因為你去看一部電影 三行展總預算 預算是三億日幣 這應該快要到一億台幣了 然後他過去的話 百分之八十是正不出的 三億日幣市政府出的 然後百分之二十 我剛剛說了二十是自酬 自酬款變成說要跟企業 或是那個門票收入 然後過去其實百分之八十的意思 就是說這個影展基本上還是政府主辦 市政府主辦 那他們會在影展的某一天 或是某個週末 舉辦一個大型的 算是市民的市集 就是你有點像逛夜市這樣子 可以買東西然後帶他促進觀光 可是事實上你花了三億日必去促進觀光 其實是件很奇怪的事 就是說這些觀光 這些帶動觀光的產值 基本上不可能到達你花影展的這個錢 所以如果你說辦一個文化活動是要去促進觀光 基本上我覺得目前都很奇怪 除非你去辦像什麼台東燈會啊這種東西 它才有可能 可是燈會它是不是一個文化活動 就因為我沒有去參加 可是就我過去去參加去做台南燈會 其他燈會 我真的不覺得那個跟文化有什麼特別的關聯性 那所以我對於政府來說 你真的要做文化 你就不應該去想觀光化的事 我覺得這個都要區分開了 可是我自己的經驗是全世界有一個最大的影展 在Jill Hinden跟阿姆斯特達人在荷蘭 那他放的影片 每一次放的影片大概有400部左右 他的場是1000多場 大概十幾天 可是他因為可能辦得非常好 然後他又有市場的機制等等 他在那十幾天裡面 他的觀影人是25萬人 25萬人 很多國際上大型的藝術節的那種觀影人 通常都在15萬至25萬人左右 像愛丁堡藝術節或是其他藝術節等等 那只有你到了那種超大規模的時候 而且這些錢並不是只是政府出的 你民間還要自從還有門票 然後好的model是 這個藝術活動 百分之三十可能是政府出的 三十是企業占助 三十是門票收入 百分之十來是其他收入 這樣你的秉座其實才是一個最完美的 你自己也有決定權 你的組織是一個獨立的組織 這樣我覺得比較有可能發展期 可是目前台灣大部分的錢都還是正不出 因為大型文化活動要花的預算實在是太高了 所以觀光化是很難 那其實我覺得影展 它是可以發生在哪個地方的 就是不一定是台北不一定是台中 花業依賴都可以 只要你真的去找到一個對的定位跟方向 不管什麼大小活動它都可以發展期 那目前 那我以前其實也做過很多小型的放映組織活動 然後我覺得這個東西它存在的必要性是比大型營展來的重要 大型營展可能你沒錢它就掛了 可是小型營展我們可以用志工的方式 像植物一開始也是只有台北 然後往廣角圈台 可是它事實上並不需要什麼太大的經費 以至於說你的負擔越小 你的自主性越高 那個貪性就越高 我覺得這個是做文化很多人在想的事情 那我沒有錢我還是可以做做文化的事情 大概就是這樣 講到這個就是我剛提那個例子 就是Jazz音樂節 就是觀光話這件事情實在是很怪 因為我朋友他在那一代有開店的店家其實是很多 但是Jazz音樂節一來他們就沒有生意做過 大家以為他們其實會賺的寶寶 其實是沒有 就是那一個禮拜裡面 因為他們攤販就是很多 他們就是靠租的那些攤位去賺錢 所以大家都是在那條街上 然後就直接買 所以你附近的店家其實是很討厭這個街的 Jazz這個街 其實是很怪 其實邊邊的店家他每天都在放Jazz 但是其實就到那一周的時候 把人家有在培養Jazz的那個 就是把他的那個 本來可以賺到錢全部都讓他變成是零 這個實在是很乖 所以我認為這個觀光話的這一部分是有問題的 其實你看應該是到 我們應該是到各個小的店家 可能這個角落有人在唸一首詩歌 然後那個角落有人在談論一些跟art有關的東西 他們可能在聊話 就是這個東西其實那種在長榮的這個小的店家裡面 其實可以做很多事情 那其實是積累的 是點點滴滴做的 那個東西其實是 我剛剛跟你講說 其實我並不是覺得說不用大的東西 大的東西它可以帶動的力量其實很強 其實我們是需要的 所以我們才會想要這個 但是就是 在那個東西還沒有來之前 我們自己要先背好 我們也不能說 因為我們沒有資源就不要做 那其實我2006年開店的時候 其實抱的心態他就是那個樣子 就會覺得說 我要看什麼展都要往北部跑 那其實是很累 我不如自己看一下店算 就自己來弄 你可能弄並不夠好 弄的並不夠細膩 但是你還是弄的 所以你至少把這個東西往前帶動 你帶動然後證明說這個東西是可以活的時候 就會有比你還更強的人 下來跟你開箱類似的店家 那type就會越來越多 然後你辦的東西就會變得不一樣 有人可能是以畫展士為主 那有人是以什麼戰爭為主 那這個東西整個點線面去串聯起來 就會變得比較強勢 那其實我看到2006年到現在2015年 其實台中市的店家其實越來越多面貌 那這其實是一個好的事情 本來是星期六日你沒地方跑 現在星期六日你可能還要篩一下 這一場比較弱不要去好了 這個比較猛去一下這樣子 就可能你可能你還要選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因為 就是點點滴滴你每個小店家做 那我回到剛剛講其實就是自己營展自己辦 你不用很多人 就是你只要一個圈圈的人 大家喜歡看片子 先把那個圈圈的人先抽籠起來 今天要辦展有人會來幫忙幫辦椅子 有人會來架機器 有人會在辦營展之前到處去跟人家講 在客人之前他們可能會參與來選片 就這個東西其實都是有一群人他們自己做 就跟我們今天坐在這邊來聊這些事情一樣 其實我覺得未來台中營展 如果是這樣由下而上出來的展 那可能就是對的展 OK 好 還有沒有要提問 有 一位 還有沒有 線上有人提問嗎 好 OK 謝謝 就是很開心今天能夠來到台中營 那 我自己想分享的 我想先分享一部電影 就是我剛剛翻閱TDIF 對 對不起 對 我想分享的電影是上海之音 就是這部導演他的 這部電影的導演黃淳修 還有去年12月的時候也有來我們長榮哲武做他的電影宣傳 那 上海經這部電影他是針對金門當地議題去做他的故事描述 像 我認為這部電影他告訴我很多 平時我們越南媒體不會告訴我的事情 那 我自己並不是那麼熱衷的 就是我可能沒有一個月看好幾百部電影 可是 嗯 紀錄片對我來說就是了解故事的一部分 那比如說我透過山海經這部電影 我也了解到金門當地的生態 那 因為現在我就在台南讀書 我們知道台南當地也是現在有很多議題 比如說南鐵洞林 那包括當地的很多老店家 我很希望就是有人能夠針對當地的這些居民或是故事 也是 也許是拍攝一部電影 紀錄片 或者是 可能也是邀請他們來哲武做訪談 對 那 像 大家可能會認為說 比如說 剛剛你說 嗯 你只有這個星期聽 角色音樂 那 有人就會訪問說 你為什麼要 去影展才去看紀錄片 那如果剛剛回到說 紀錄片就是講故事的一種方法 我就想要跟大家說 你平常都在講台獨 台獨 或者甚至不要這麼敏感 你說台灣 你認為台灣這兩個字 有什麼故事跟意義 對 嗯 我覺得就是 像 電影 不管是電影 或者今天是音樂 都是一種 訴說自己文化的方式 你今天想要講 有自己的底位 那到底是什麼 政府不會來講 那我們可以用各種方式去說 那自己我另外想到的是 因為我有老師在高中是從事 翻轉教育 然後我剛剛想到另外一個點是說 有沒有可能透過就是電影教學 比如說我在課堂上 播放這些藍鐵 或是上海 就是金門當地議題的那個 電影去做翻轉教學 那就是我另外想到 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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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雅華人 我們幫這位同學補充一下 那個台南鐵育東 其實一位羅興街紀錄片導演 他已經做了一直在做 因為羅興街就是三二四 拍到那個醫生被打倒那個羅興街導演 我本身台南鐵育東 我也下去關心過 然後因為這樣我也認識羅興街導演 那或者順便幫他們宣傳一下 4月4號到4月6號是他們 台南流動一個那個一輪集 有空一定可以到台南做一種 好 謝謝 他還沒有 他一直在做 他一直在做 那是一個長期 不是光拍拍 好 還有沒有人 好 我想問的問題是那個林木財導先生 就是 你剛好提到說 如果要拿政府的錢 他們會有一些拒絕的騙單 然後我自己還滿好奇說 政府到底會明目張膽的拒絕哪些騙單這樣子 那我剛好提到說 我們自己在中部想要發展一個勞工平台 那一開始現在還 就慢慢開始 然後我們也在討論說 我們要幹嘛的時候 其實有討論到說 可能讀書會啊 或是看影片 其實我覺得看影片真的是一個非常 可以促進大家去有意識 就是很 就可以很快的一起去討論一些現象 跟一些事情的一個很棒的方式 然後就是 那我就會想說 如果我們以後在台中 可能不是一個影展 可能就是一小群人聚在一起看影片的時候 我聽說還滿想要放那些 就是政府不要我們看的影片 這樣子 謝謝 我先回憶一下那個三海軍 對 就阿修的三海軍 他是 我自己啊 我自己這幾年我覺得台灣的 環境議題相關的影片裡面 我覺得是那個十部 十部必看片之一 是那種形式跟主題內容 都非常兼具的一部好片 而且我會覺得他其實有一點被小看 對 就他 當然這部片他在國內外 其實都拿了一些獎項 但我覺得他的重要性 其實有點被小看 對 非常推薦這一部片 好 那我請莫采先回應一下 那個 下禮拜巡迴展 三海軍也有在裡面 然後 我再補充一個三海軍的故事 就是 我們去年辦紀錄片 一代新增了一個獎項 叫做新世代觀點獎 就是找有 然後二十幾位十六歲 以 十六到十九歲的學生 先來當評審 然後給他們看六部片 包括國際的跟台灣 他們最後選了三海軍 所以沒想到 嗯 未來還是有些希望 這樣子 開玩笑 然後 到底政府不會讓我們放手片 其實這 我覺得我還 我自己的經驗是說 嗯 我覺得我還蠻衰的這樣子 就是 意思就是說 我過去參加過一些國外的營展 包括中國 中國的獨立營展 然後我只要每次去中國 然後那個營展就辦不成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次是 我二零一三年的時候 去南非有參加另外一個營展 結果他們的開幕片也被禁 喔 就是他們有 他們就開幕片講說 一個學生 嗯 跟一個老師發生性關係 然後那個學生沒有成年 可是他在電影裡面 並沒有說那個學生幾歲 可是後來 後來我們去參加開幕給禮的時候 那個 他是開幕片 那開幕片就 秀出來說 這個片子他沒有通過審查制度 所以沒有辦法在這個營展放 我第一次遇到這種事 就是開幕片還被禁 他應該嚴格來說不是被禁 但是他就是沒有通過審查 沒有分級 無法分級 無法分級的電影就是 不會給你尊嚴執照 也就是說你不能放 它是一種變相的 變相的方式 然後目前台灣的 就是說 像你去電影院看 他不是都會幫你分級嗎 可是你也會遇到 沒有辦法分級的電影的時候 像我就遇過 譬如說 2010年我在辦雙眼戰的時候 然後因為我對那些官方的 宣傳影像 過去的宣傳影像 一直還有興趣 所以我就去找了一輪 然後2010年是民國99年 然後2011年就是民國100年 所以99年很多官方的組織 都在籌備什麼百年國慶啊這種活動 然後我就在想 欸這個蠻好玩的 那我們再回顧一下99年 過去的那些官方影像有什麼 所以我就做了一個叫做 G1999的宣傳單元片 單元的影片 然後G1999裡面就會討論到 你怎麼去論述歷史的問 用影像論述歷史嗎 那我就覺得 那我就覺得 1949年應該是台灣 應該是台灣一個關鍵的轉變 譬如說國民政府來台 然後任居時代什麼等等等等 那我就想到一件事就是說 中國對岸 中國去論述某些歷史事件的角度 一定是跟中華民國或台灣不一樣 這個有點吊回 但是我們先不去解釋那些民主問題 總之就是角度會不一樣 那我看了一下台灣的 譬如說台灣有一個館叫國籍館 他們就會去拍片 就想啊 如果喬斯變什麼 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 國慶啊等等這些 這些東西 結果我發現對岸的某些單位 他也有拍同樣一個主題 同樣一個歷史事件 可是他的解釋是完全不一樣的 完全不一樣 那我就覺得 欸他蠻有趣的 如果我把這兩個片放在一起的時候 那觀眾到底要相信哪一個 所以在那一次的單元裡面 我就挑了兩部 中央電視台播的歷史影片 一部叫盧溝巧思編 另外一部叫什麼 我忘記了 那我的同事他是負責拿這些影 因為我們是政府數字的嘛 所以所有的影片要放之前 都要拿去送整分集 然後我的影片 我的同事在營展開展的前一天 跟我說 木材 那個我們沒有拿到準眼指照 然後我想說這什麼意思 是沒有分集嗎 還是沒有拿到準眼指照 然後他就跟我說 那個 那時候是新聞局 他說新聞局說這兩片沒有辦法分集 我想說怎麼可能沒有辦法分集 那漏點的就是限制集嘛 那他沒有漏點的 那不就是防護集或補導集 他說不是 他說這影片沒有漏點 所以 但是他們沒有辦法分集 我就 然後我就去 去開始交涉說到底是為什麼 那我發現就是說 電影法除了他規定要分集之外 他另外一個法 是說 只要你的電影涉及了某些東西 現在電影法還是這樣 涉及了某些東西的時候 他可以拒絕審查你的電影 譬如說 當你宣講共產主義的時候 他是可以拒絕審查你的電影的 那對我來講 我就覺得很荒謬 我就是要去突顯說 這些宣傳影片就是在教育 可能你應該相信什麼 虛假的事實 那你不讓我放這個影片 你等於直接禁掉 我沒有辦法放 我怎麼去討論這件事情 所以 大家都說 台灣是一個 什麼民主自由的國家 基本上對我來講 我是不相信的 因為 因為我去年又做了另外一個 我就做我很衰嘛 我就做另外一個 叫做China獨立紀錄片焦點 就是中國的地下電影 然後其中有一部片叫做 紅色盛進 它是一個短片 大概十分鐘以內 它就拍攝一個很偏遠的小村莊 這個小村莊裡面有一個廟 它是拜毛澤東的 然後很多人去拜拜 這樣子 然後這個電影裡面 就用很官腔式的方式去調侃 就說怎麼會有這樣一個廟 可是它是一個反諷 它是一個反諷 誇張式的反諷 那我們把這個片子 拿去審查 如果又只要鼎 就說 這電影是你選的嗎 我就說 有什麼問題嗎 他就說 可是有人認為他在宣揚共產主義 那他到底是什麼聲音 然後我就說 你確定他在宣揚共產主義 還是他在反諷 然後他就說 那我回去再跟他溝通一下 這樣子 意思就是說 有些人 他的品位比較保守 所以他就看不出來 他到底是在諷刺他 還是在讚頌他 但是我覺得明年人都知道他是在 但是 就是說你講笑話有這個 你就是不是聽不懂 對 那電影有同樣的方式 那 這個法不改 或是說 尤其是 不只是電影 很多東西都是這樣 所以我覺得 如果你不拿官方的錢 譬如說我們在咖啡店換個方 其實我也不會遇到這些問題 可是我真的就是 聽到體質去 才發現 那個比我想像中的還難搞 那類似這樣 那我放下老台剛放了一個電影 和電影就是 他 我們自己籌資 馬自己做 跟那個黃瓜檸檬的做 然後我們沒有去申請絕點執照 我們想說 我們沒有在戲院放 我們跟觀眾收100塊 這樣子 這樣也不行嗎 然後 因為就辦得比較大一點 在台北的收入 所以沒有被找麻煩 所以我就說 我很隨意是因為 他們又來找麻煩 說你們沒有申請絕點執照 你們為什麼可以放片 然後我就想說 咖啡店也沒有申請絕點執照 為什麼咖啡店可以放 那人民難道沒有放電影的自由嗎 對不對 對不對 沒錯 這個我們那個電影法 你要推動修法 對不對 真的是那個太古老了 欸我要講什麼 欸啦 那有人搖回 好 欸還有人要提 對 講一講了嗎 沒有的話變成我要講一講 不過 我講一講就是 自己對台中營展的一些想法 對 第一點 第一點其實我會覺得 其實雙聯展到一二年 因為剛好我一二年 就從北部城的議會來中部 這樣 我本身就是中部人 然後剛好參與了 對 就那一屆的雙聯展 然後我看到的現象是 就是剛才其實莫才有講到了 就一個紀錄片營展 然後是一個 就我們的國美館煮飯 然後變成是他們的一個常態性的業務之一 然後那一屆剛好就是 就是禮拜五 就是開幕儀式 然後開幕片播 然後隔天一大早 就是開幕的第一天 國務廣在 外面在幹什麼 在那個跑出馬路 然後在挖馬路 然後再重新 複色博友 我就覺得 哇靠 我還是一個國際營人的話 然後要來參加 你們這個 這個國際 國際紀錄片營展 然後你們外面就在搞這種東西 就會覺得好像不是很重視這個活動 對我的感覺就是這樣子 好 這是第一點 然後再來就隔了幾天 它有一場那個 有一場鋪外星空的一個放映場 再來那個國美館外面的草皮 然後這邊還在放 好像放到九點還是幾點 然後國美館那邊門已經關起來了 好像就六點下班 然後就關起來這樣 然後你要找個洗手的地方 對都還找不到這樣 這就讓我感覺到一個 就是當這樣一個營展 放到一個不對的一個檔位的時候 他的一個困境 那我會覺得就是說 其實他2014離開台中以前 我覺得是好的 我為什麼說是好的 就是當有一些觀營資源 就比如說在台北 因為他有很多的觀營資源 然後有很多一大堆 就是一堆大大小小的營展 所以反而就在台北的人會覺得 就有觀營的多元性 其實他是非常豐富的 他不會覺得有什麼特別的 有些人就是不會特別去珍惜 對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那個 TID會拉回去之後 對就是那個觀營人數沒有增加 很重要的原因 那相片之下 比如說剛才大家談一輪之後 你就會發現 在台中辦了世界 然後突然不見了之後 台中人就覺得 怎麼不見了 然後就相對匱乏的一個觀營 觀營資源在這種狀況底下 大家就會 他會發現什麼事 然後會開始去討論 討論這件事情 然後再對於中部而言 就是 國立 就是紀錄片雙年展 這樣的一個展 真的提供了非常重要的一個 一個觀營多元性的一個廣大 這我們可以講實在話 但我覺得他離開一下 那我們重新來思考 我們一個屬於我們中部需要的 一個觀營資源 我們的一個營展 到底是怎麼回事 我們需要什麼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好的一種狀態 讓我們重新來思考 因為今天如果雙年展沒有離開的話 講實在話 就是大家 雙年展又大了 我們就去看片 真的會討論 要來仔細細的討論 我們中部需要一個什麼樣的營展 我們需要一個什麼 這樣的思考的一個機會 可能反而是少的 所以我會覺得 雙年展或是所謂的 大型的這種 這種所謂的台中營展 不要太早 不要今年明年馬上啪就下來了 真的應該再多一點討論 多一點運量 然後我們先從小的一些民間的力量 來做一點小的 然後多一點的一個運量 這樣的一個討論跟互動 然後我們再逐步的 來往這種比較大型的 然後另外一個部分 其實真的講實在話 官方主辦的 官方出資的這種大型營展 其實也會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問題跟風險 其實就是剛才木採也提到的 就是你的自主性 而且不只自主性 也就是說政治性的那種 那種因素的干擾其實很大 像那個高層電影集就會這樣子 就那時候放了 那個勒比亞的那個愛的死的理由之後 格林預算被砍掉 亦會砍掉 就已經是常態的一個影展 一個電影集 他突然被砍掉 傻眼 真的是這樣子 所以我會覺得就是說一個影展 一個影展如果保持他的一個自主性 我會覺得 就是剛才木採也講到了 他的一個整個影展的一個 承辦的一個單位 有沒有一個常設單位 還是那種像之前 就是那種招標式的 每年要做了 然後就開個標 然後就誰來標 然後也沒有累積 然後你沒有累積 你這個影展就沒辦法扎根 你的獨特性就長不出來 他每年都是這樣子 重新一次一次消費性的 辦一個那種煙火式的活動 這樣的 這種影展其實是 我就是覺得很沒有累積 很沒有扎根 我覺得像這種東西 其實都值得我們思考 而且我會覺得 真的就像今天兩位講的 對 其實我們應該要有大的 然後要有小的 從下而上的 然後這種民間半的這種 但是要運作這種東西 其實就是要嘗試 嘗試什麼東西 就是說 就是這樣的影展 你怎麼弄下去 簡單的講 我剛才講 他們的電影展 每次他們都要掏一點錢 掏一點錢 這其實是一個 不健康的一種狀態 對 像木才剛才講的 對 就是今年TIBF 整個預算是2500 對 換算為觀影人士 其實每個人一張票的成本 是超過1000塊 其實是超過1000塊 對 那你怎麼讓這樣子的一個頭 就砸下去的這種預算 然後能夠找到一個 比較平衡的一個方式 對 然後來支撐這樣的一個運作 對 尤其是民間 我覺得這個就是很重要 像去年 其實我們有四個辦了一個 小文英展 然後那時候是剛好就是說 有那個跟一個NGO 對 一個基金會合作 然後等於說 那影片的授權的一個部分 他們出資 那我們拉下來台中的時候 其實我們只要負責 場地的費用 場地的費用 然後獎者 獎者的車馬費這樣 那這種狀態 就會有點類似我們責務 有點類似責務 所以那時候我們做的 其實是一種小額捐款 我們也沒有說錄 也沒有收就是錄 就是你來觀影的那種 那種賣門票 也沒有 但是就是你小額捐款 你身上你方便 你覺得 看完這部片子 你覺得 我覺得花50塊很值得 你就投50塊 你覺得這部片很棒 我願意花300塊 那就投300塊 結果那一輪我們放下來之後 有人直接投一千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們去年 其實整個場地費用 其實是cover了過去的 是cover了過去的 對 那這個東西其實 其實出現另外一個問題是 那如果那個機制弄得下去的話 為什麼後來沒有後續呢 因為不好意思 因為後來呢 我們就太忙了 就沒力氣再弄這個事情 所以 所以就跟老丹提到的那個問題 是同樣的一個問題 對 所以我們會需要更多的 對這個區塊有興趣的人 對 然後我們中部 對這個區塊有興趣的人 可以一起來投入 欸 那就這種公民 你在你的工作之餘 你有興趣 可以一起來參與 大家share一點能量 然後投入一點能量 其實就可以讓這種小型的東西 有機會 對 然後在我們台中 在我們中部 對中台灣 有機會就 就這邊一個 這邊一個長出來 所以這個 這其實是我對我們中部的一些 那種小型影展的一些想像跟期待 但是就是用 去找出他有什麼樣的一個科型的運作方式 絕對不可能 就叫一個咖啡店老闆 然後沒事辦一次 然後就虧錢 貼錢 對啊 對 然後 這其實很不健康嘛 對不對 你要期待他每天辦什麼可能 對不對 好 這我自己對 就是我們在地的一個影展的一些想像 跟大家分享 好 還有沒有人最後要 有沒有 有沒有 沒有的話 我們的 喔 好 因為你剛剛一直tag我 所以我要講一下 就是其實辦影展 我之所以會虧錢 其實是因為 我滿在意 播片子的時候 就是不要影業 因為會有飲料 會有聲音嘛 就整個店都要關黑黑的 而且我還去我們正對面的那家店 而且說 請你把七樓的電燈把我關掉 我要他很暗這樣子 然後把他 好好的播完這樣 所以說 就是那段時間你就不能營業 就是 其實是差在這裡 不然其實是還OK 那個 其實不是很多 那第二個我要講的是說 我們在 今天談這個事情 我在想說 我們 是不是可以做一件事情 因為今天大家可能 聽完都有一些Fu嘛 那 據我知道 那個 台中市新聞局 即將要開始 很推動 就是今年要把 台中營 台中營 營展 這件事情 然後他可能今年的 規模比較小 我覺得大家如果 有想到什麼樣的事情 那不如就是 寫封信 給他 給那個 台中市的新聞局 稍微點他們一下 因為 我真的覺得他們 因為剛上任很積極 然後想要做一些事情 但是 就是 東 東市下 西市下都沒有效果 他說什麼 一百天內要有Fu 那就是沒有什麼Fu 那我上去跟他 就跟他講說 你 你那個 台中市政府外面 那個大螢幕那麼大 每天都開了電 一直在那裡播放 播一些無話無話 然後跟我們都沒有什麼關聯 然後 你從那邊過 大概也不會看 那有沒有可能利用一些 天候比較好的 七點八點到晚上都沒有下雨 椅子排一排 搖個片子來放 大家都可以看 聊一聊 因為那個資源是公共的嘛 他電還是要開著啊 就是我們一樣 就是我們只要撥一點點的錢 就可以幫台中市開始暖暖身 培養一些人出來看片子 你不要先開始投兩億 你做一個非常糟的事情 例如說其實我們台中市政府 他不是沒有做啊 他之前 湖還在的時候 他辦的那個台中市 放印記 他去 就是 然後去邀了一些 你可能去 去租就可以租得到的片子 然後去各個地方放 說這樣是平衡城鄉 我覺得其實是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 沒有 那個其實是沒有用 你沒有把一個新的 新的 新的東西 讓人家沒有機會可以 看得到的 透過一個展 好好完整整把它講出來 就是這個展的意義 他就是 去租了片子 然後去各個地方放給你看 這樣而已 那我覺得說 既然他們現在在推動一些事物 那我們今天大家來這邊 談了很多的事情 要做一點事情 要推動 讓這個大台中要往前推進 大家都可以把自己想 寫一封信 跟那個卓冠廷 卓局長跟他寫說 我今天去參與了這個東西 我對於台中市 如果要辦一個這樣的展 我覺得應該怎樣 大家都去跟他說說話 說不定他們可以做出比較對的事情 首先我要講的就是 剛才老大有提到 我們的影展為什麼是新聞局在辦 對 這個其實以前我們 中央也是新聞局在管那個 影視相關的產業 不過就這幾年已經播給那個文化部 然後現在其實很多地方政府 就是那種協拍單位 有的沒有 其實都放在那個文化局 然後影展 對 但是我們在台中 就是還是放在那個新聞局 這個影視產業的相關的協拍 然後再相關的一些補助 然後還有相關的活動 全部都放在新聞局 我覺得這是第一點 就是你對於這影視產業的一個定位 其實都必須要被檢討被檢視 對 我覺得這是 對 需要被重視被看到的 然後像老丹講的 其實我們想像 我們其實要去關注 我們要去影響他們做的一些決定 一些作文 一些政策 對 這是我們需要做的 好 那最後我要把時間 就交給那個 我們現場的那個開場主事人之前 我剛剛突然想到一件事情 因為我本身是那個 獨立自變工作者 那我們民間 如果要自己辦一些那種放映的場 一些那種放映的活動 我要提醒各位一件事情 就是那放出來的花樂體 我真的要注意 就是那一種影片工作者 最沒辦法接受的就是 你沒有給我版權 費用沒有關係 然後找我去的時候 然後就是那一種 那種小貓兩三隻 然後投影出來 然後那課題非常差 然後按到偏射 然後按到那一種一塌糊塗 然後就看得很難過 不會不要看的 我會希望大家真的要 有一定的那種 要辦的話 一定要有一定的 你投影的流明書 然後就是說聲音 要稍微注意一下 對 然後提醒就是說 如果是DVD片 不要隨便用那個底電播放 因為它會整個放大 會放大 然後本身就會比較浮 這是一個常識 對 EVD是SE 他是720x4 486歲 對不對 然後你會整個隔半 然後隔半就投出來 對 就會整個都很浮 對 好 好 謝謝 那個我剛剛有一個故事 剛剛講到一般就是斷線 就是那個三行長說他有三億嘛 然後 他在2007年的時候就是 其實他們的組織也受到 政府很多干預 所以2007年他們決定 獨立 就是說不要再拿政府的錢 所以他們開始對外招收會員 就是你一年捐多少錢等等 然後我本來以為他們會員 可能會有兩三千個人 然後 就是去年我去查 其實只有一百多個 所以還是很慘 但是他們大 就是從政府的錢少得非常非常多 好像只有拿到百分之三十 但他們的特展人 然後或者是總監這些人 他們得去一百多個企業 跟企業募款 然後 開始做更難的事情 可是他們就跟我講說 其實過去你資源很充足的時候 你想做什麼你就做什麼 可是現在變成說你得跟更多人接觸 去介紹你的影展 他們反而覺得這也是一件好事 就是他們做了很多很重要的事 可是其實 像企業界啊 沒有人知道 這個轉換反而讓他們的組織 和他們應該可以 觸及更廣的面向 然後他們是用這個 比較正面的方向去想的 那個補充一下 然後 最後要廣告一下 就是下禮拜 我們的巡迴展要到了 台中國美館就是幫 然後雖然大家都知道 那個場次時間很爛 因為我們跟國美館協調很久 他們就是不讓我們放晚上的場次 所以我們晚上的場面 他們要下班 對 然後 對對對 然後晚上的話 就是我們還 就是國美館基本上會放到下午五點 但是晚上我們都有安排一些其他活動 在咖啡店或者是其他的地方 那 雖然就是說 其實我是抱著有一種很奇怪的心情在這邊 但是我們是很有誠意在做這個巡迴展 就是把很重要的影片然後引人都邀請到台中華 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去看 這樣子 好 謝謝 好 我們再次掌聲 對 感謝兩位 然後邁克光教授 非常感謝其實我們今天三月包含主持的阿鳳 真的非常精彩的對談 那 尤其是大家 我想說 剛剛其實大家一開始也都談到 更是對於 呃 在地的這個 這個台中映展的想像 那其實我剛剛其實 那其實我剛剛其實 有想到說 就是回憶自己開始這個看電影的這種 這種 這種歲月阿 然後我發覺 其實我們今天 今天在台中的這個區域 我們在好辦這裡這個中區 其實 以前就是我們台中最繁華的地方 也就是所有電影院都在這個地方 我就回想到 有風中戲院 有生育 萬代福阿 甚至已經那個樂舞台那邊 然後 就是 就是我們以前在看電影就是在這個區域 然後我們自己有一些台中很在地的回憶 記憶在這個地方 真的很深刻 那 我們現在在想說 我們要有一個自己的影展 然後 然後 剛剛我覺得 其實老男他做了一個最好的示範 就是說 從默契在一個點 然後去開始拓載一些小地方 的東西 其實 漸漸的就會擴散到整個城市裡面 那小沒有關係 可是因為我們小 而且自主 然後可以 可以做我們喜歡做的事情 然後我覺得 我們城市的氛圍 其實是 漸漸的在改變變得很不一樣 然後就會發展出 好像我們台中 我們自己特有的那種特質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最好的事情 那當然如果官方願意提供很多資源來協助 那也很好 可是我覺得 不管是大盒或小的 只要他這個城市的那個文化可以 真正的很紮實的在這裡紮根 那我們不要那種很空幻 很虛幻的 就剛剛講那個爵士節這種東西 就只有那一星期在聽爵士 我們不要只有這星期才會來看紀錄片 那我們覺得 把這種東西就是我們日常生活當中 一個很重要的一個事情 那因為我相信說看電影 剛剛其實也有朋友講說 他喜歡看的是商業片 商業片也很好啊 那我們不管是什麼樣類型的影片 那我覺得說 讓這多元的這種各種文化都會 深入在我們自己日常的生活當中 那整個公民社會就會 就會真的變得很不一樣 那才叫做 那個叫做 讓我們變成一個不一樣的台灣 不一樣的台中 這樣 那這是我自己一點小小的回饋 跟這個感想這樣 那下禮拜呢 我們這個月的摺五其實還蠻 蠻藝文文藝的 我們下禮拜 下禮拜要來談這個 大家可能最近 我們要來談說 那個恐怖年代的一些死刑犯 恐怖年代的死刑犯是什麼年代 大概譬如說 1940 50年代 60年代 這白色恐怖的年代 也有死刑犯 大家對死刑應該有一些想法 可是其實我們要談一下 那個年代的死刑犯的一些故事 那這個其實是來自一本書 叫做 這個什麼 《無法記達的遺書》 《無法記達的遺書》 那我們會請作者之一 這個胡舒恩 他也是作家 那胡舒恩小姐也會來到我們摺五 跟大家分享 比如說他在採訪這些 受難者家屬的過程的一些 他的一些 這個想法 分享給大家 那我們也會來討論說 那這個當然這個 過去的這些記憶裡面 其實他背後有一些公共性 什麼事跟我們再去思考的 比如說什麼樣的議題 轉型正義 這樣一個議題 那司法部門轉型正義怎麼做 我們下禮拜也會再來討論一下 那是下禮拜的主題 那我們今天活動先到這邊 再次感謝他們三位 那你們應該都會再留下一點時間 如果還有些什麼需要交流的 討論的也可以再找他們 那你們如果之後想要自己 開始call一群人 要做出自己的台中影展 趴1趴2什麼都可以 就可以開始去call人了 好那先這樣 謝謝 那離開的時候幫我們一下 那個有折疊 幫我們做